二战中的军唯一不敢进攻的欧洲小国 国民以做雇佣军为生在看二战时 爆炸军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那就是德国在二战中几乎占领了欧洲90%的领土 但其中有一个国家在整个二战中 德国始终没有攻击 这个国家就是瑞士 为什么希特勒没有进攻瑞士 现在问这个问题 估计十有八九大家都会回答说 因为瑞士是中立国家 其实在二战爆发前 有很多乌州小国宣布保持中立 比如比利时、荷兰、卢威、瑞典等 但是这些国家无一例外 都受到了德国的侵略 可见单单一个中立是不能保证安全的 那么问题又来了 同样是保持中立 为何瑞士就能独善牺牲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 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即政治、军事、经济等 现在爆炸军就来给大家 从这三个方面分析一下 首先是政治上 诚如上文所言 瑞士是保持中立的国家 而且瑞士比起比利时、荷兰、卢威来 它的中立国地位是得到大多数国家承认的 在二战中 瑞士不但被英国、法国、美国承认了中立国地位 就连轴新国集团 德国和意大利也承认了它的中立国地位 既然得到了二战主要交战国的集体承认 那么瑞士保持中立起来就变得容易了 虽然比利时、荷兰、卢威、瑞兰等国 也在二战爆发前就宣布了自己的中立国地位 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做到中立 上述国家在政治上还是倒向了英法等红盟国 所以希特勒并没有承认他们的中立地位 第二个原因是军事原因 虽然瑞士在政治上宣布了自己的中立国地位 但是面对野心勃勃的希特勒 他们还是显得忧心忡忡 所以在1939年二战正式爆发后 瑞士就实行了全民皆兵的战略 当时总人口只有五百万的瑞士 扶兵役的人数竟然达到了惊人的八十五万 而且瑞士人自古就有给欧洲各国充当雇佣军的传统 所以瑞士人的军事素养堪称顶级 另一方面得益于瑞士的地形 瑞士是一个山地国 如果希特勒真要进攻瑞士的话 那么他引以为豪的装甲军肯定派不上用场 如果装甲部队不能发挥作用的话 那么德军势必会在瑞士陷入苦战 这是希特勒不愿意看到的 其次瑞士国内掌握着通往意大利的两大隧道 新普朗隧道和圣哥达隧道 这是德国当时通往意大利最近的捷径 一旦德军进攻瑞士 那么瑞士肯定会炸毁这两条至关重要的隧道 这也是希特勒不愿意看到的 第三个原因就是经济原因 大家都知道瑞士最发达的行业 是他们的金融业和银行业 其中私人银行的保密性是举世闻名的 然而二战作为一种战争行为 它是需要大量金钱维持的 在当时的形势下 走心国集团和同盟国集团堪称死敌的情况下 希特勒自然希望能利用瑞士的银行 来为纳粹的国酬 做到宝贵的外汇 从这个角度出发 占领瑞士比不占领瑞士 必大于利 另一方面 使瑞士免遭入侵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 早在三十年代中期 纳粹高官有几个林卫审 便通过瑞士的银行 来藏匿他们亲昏的财产 入侵瑞士只能使这些偷来的钱 暴露在多疑的纳粹审计官员鼻子底下 所以这些人就在希特勒耳边嚼舌头跟着 鼓吹他放弃进攻瑞士 在二战中 除了同盟国和轴心国外 还有一大批保持中立的国家 关于这些国家在二战中的往事 欢迎大家订阅历史大爆炸 爆炸军会在接下来的文章中 给大家专门解读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